法律問蘋果 重複申報撫養同一人 被要求補繳稅金怎麼辦 有讀者詢問 姐姐和爸爸先後報稅 但爸爸報稅時 因姐姐網路報稅的資料 還沒進系統 爸爸也申報了撫養媽媽 後來因此被要求補稅4000多元 請問若是稅捐出系統當機 產生的問題 他們能不理會嗎 依照目前的報稅規定 撫養的話 一個人只能夠申報一位 媽媽她被她的丈夫 以及她的女人同時申報的時候 那國稅局當然會希望撤銷其中一個人 是否是因為電腦當機的問題之類的 這部分建立還是要跟承辦人 好好溝通清楚 對於政府機關的通知 千萬不要隨便的置之不理 還是必須要了解清楚 這樣才不會存在自己的權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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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